台经搜索引擎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呢 志平再度来到外贸协会 要跟您探讨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其实在多年来一直协助台湾的很多很多的厂商和业者 在海外拓展他们的商业版图 而今天呢 我们要为您锁定的这个地区 其实就是越南 来 志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他再次接受志平的访问 这是外贸协会产业拓展处的邱辉利处长 处长 您早 大家早 我是外贸协会产业处处长邱辉利 是 谢谢处长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处长 我们今天的题目锁定在越南 就我过去采访的经验 其实台湾的业者到越南去开发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时间 特别的早啊 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 自从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啊 我们也看到了 推动了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那么正好 其实啊 为了响应这个政策 去年 冒险呢 其实就已经在当地办了所谓的这个台湾形象展 那么今年要进入第二届了 我记得去年啊 我们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亮眼 三天的展期就吸引了两万四千人去参观 而且呢 促成了大概有两千七百万美元的商机 所以 接下来我想请教处长 那么 除了这些账面上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 这些效益之外 台湾形象展在越南当地 还留下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力呢 好的 谢谢志平 那我想 新南向政策 在整个我们的这个推动的工作当中啊 他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的这个精神 就是说 我们要跟这个当地的经济啊 一起来发展 共同来发展 大家共融 这个才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 所以 新南向政策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当我们在 跟当地的这个市场业者产业做交流的时候 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 彼此之间的文化能够相互交流的更深 彼此之间的这个人才能够互为所用 彼此之间的教育能够大家互相这个交流 那只有这样子的深入交流 那只有这样子的深入交流 还有长来长往 才能够在产业方面啊 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这个合作 那 当然过去我们去年在越南的时候啊 这个成绩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新南向推动以来啊 当然不只是形象展的功劳 这个去年越南到台湾来交流的这个人数呢 就成长了一倍 从19万变成38万 这是我想最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成果 那至于说这个产业的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之外呢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到的 这是一个比较深远的这个效果 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力 让更多的这个越南人了解台湾 或是说让更多的越南企业呢 对台湾这个跟他们的合作的一个这个目标啊 跟阻止啊是不同的 我想这个是跟过去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在去年的这个形象展里面 成绩最好的产业是哪一个呢 原因是什么 我想去年这个最好的产业还是在于有两个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个最主力的产业就是电子产业 那么电子产业当然包括非常广 从半导体太阳能LED等等之类的 全部都是电子产业 那效果要好当然是我们的东西要好 还有对方的需求要多 所以这个其实电子产业 一直都是台湾的一个主力的这个产业 那如果要讲到效果 这个一定这个产业一定是会走在最前面 那另外一个比较新的这个产业就是说 当然也不是可能对一般的听众来讲 会觉得比较新 就是说环保产业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宝特瓶的回收 台湾的各种资源回收循环再生的这个经济 其实在东南亚我们每次去展的时候 不只是越南都让这个当地的政府或是企业或是民众 精为天人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个宝特瓶回收的这个塑料纤维 它的回收率 市场占有率在全世界75% 这个市占率是全球最高 尤其是今年四足赛又开始了 上一届四足赛32队里面 有10队是用台湾的塑料纤维 这一次32队有16队用台湾的塑料纤维 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影响力 其实每次我们在这个办形象展 做这样的产业推广的时候 其实都引起当地的这个厂商 都有非常高的关注力 那除了这个塑料纤维之外 我们去年我记得还有费玻璃 去把它做成防火墙的防火砖的这个产品 尤其是引起这个运泥的 有一个统筹部的副部长 他要一块回去 所以要回去请他们的这个研究单位 好好研究一下 请他们业者好好来这个跟台湾的厂商 这个在深入洽谈一下 怎么样学习台湾来做这样的一个 再生回收的一个循环经济 把它融入产业里面 我想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这两项产业 好 各位听众 今天的志评非常的荣幸 能够再度来到外贸协会 为您专访产业多展处的秋辉利处长 请处长为我们来解说 事实上外贸协会即将又要带台商前进越南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要在那边办理台湾形象展 那么这也是拓展 这个新南向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 所以处长 接下来我想请教您 就是在这一年来 透过贸协的推波助澜 那么台商前进越南 除了传统在当地设厂制造 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地生产之外 那么哪些新兴产业 是台商在当地发展的明日之星 有没有一些产业是我们现在看为 这是一个很亮眼的一个产业 未来它会是一个大家瞩目的焦点 我觉得越南在这几年的 整个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 它是非常快速 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家 那各位也都知道 全世界的经济成长率 平均都在3.1左右 3个percent左右 那么根据Global Insight的预测 未来5年 17年到2021年 那么东协的GDP的成长率 平均是每年是4.9 那么南亚平均每年是7.4 所以高于全球3个percent 非常的多 那其中当然这些国家 它的充沛的经济动能 跟庞大的一个人口红利 都是主要的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原因 那其中越南又是在这里面 又是非常的优秀的一个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成绩 它有9千万人口 4千8百万的劳动人口 然后平均年龄大概是29.6岁 那人均GDP已经超过2千美元 那未来呢 过去它的这个成长 大部分都是靠着传统产业 例如纺织品 鞋业 这些传统的这个产业 那么未来这个越南 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课题 就是要如何产业转型跟升级 那所以呢它现在越南政府 它也提出了六大优先发展的这个产业 那么第一个产业就是电子产业 农机产业 第二个是农机产业 第三呢就是农产水产加工产业 那么第四个是造船 那么第五个是环保节能产业 那么第六个是汽车跟零配件产业 那我想这些产业都是台湾过去 发展都非常不错 很有经验的一些产业 所以这些产业我个人觉得未来是这个 不管是台湾的这个一个国际的市场的延伸 或是说台湾的一个制造业能力的延伸 我相信这六个产业到越南都是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产业 那除了这六大产业之外 我们当然另外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越南这几年的经济成长 它所带动的这个内需的一个成长 也是非常惊人 那内需的部分像台湾的珍珠奶茶 在东南亚非常受到流行 在越南特别是更是很流行 至少有超过六七个品牌 在那边超过开过 超过将近两千家的一个分店 那另外像美妆产品 越南人也是非常喜欢美白的 那么美妆产品在越南 也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欢迎 那另外是兰花 像兰花台湾出口到这个全世界非常的多 那么兰花呢是我们在越南是越南的第二大兰花进口国 而且很多台商也去那边做投资 那么所以兰花呢我们这一次也跟兰花协会合作 从头到尾呢这个从生产从设备从种苗等等等等 整个一系列的一贯的这个企业呢一起带过去 然后可以跟这个越南来做一些更多的这个产业方面的这个合作 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医疗的部分 就是说生产制造业的商机跟内需市场的商机 我相信都非常是值得我们国内的业者来关注的 各位听众今天的志评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外贸协会 为您专访外贸协会的产业拓展处邱惠利处长 那么刚刚呢我们聊到就是有关于台湾的厂商 到越南去拓展市场 同时呢也参加了贸协所举办的台湾形象展 当然都有很好的展获 最重要的是在当地投资也成为很多台湾的业者 在新南向政策里面最重要的布局 起步得早当然收获也就多 我们要先请出长先暂时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在广告过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洋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告上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立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早安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 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志平今天来到外贸协会 为您专访产业拓展处的处长秋辉利 请秋处长带大家来了解越南这个市场 那么最重要的是 冒协即将就要 接下来要带大家到越南去开一个台湾形象展 这也是我们在拓展新南向市场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很重要初级的行动 出场我想接下来就来请教您 就是那刚刚我们在访谈里面听到的是 上一届的台湾形象展的一些相关的细节 而这一届呢 第二届马上就要开始了 它大概是什么时候举行 同时呢更重要的是 这一届的亮点又是什么 好的 非常谢谢志平 那么我想今年我们第二次再度会到越南来举办这个台湾形象展 那么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厂商反应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们也再度来规划 那其实去年在推形象展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邀请厂商的时候也蛮辛苦的 很不容易才达到目标 那么今年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我们在邀请厂商的时候厂商的这个反应相对要好一点 那甚至去年我们在这个所规划的规模当中 这个都是在非常艰苦跟很努力之下才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们今年其实呢也规划了同样的这个规模 可是首度啊感觉到这个反应啊比以前好的非常多 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就是有厂商在waiting list要等着 就是说摊位 这个如果有空位的话它可以补进来 所以我觉得新南向政策很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在慢慢慢慢越来越多人可以理解 可以了解全世界现在的成长的重心就是在新南向市场 尤其是东协跟南亚 您觉得今年的反应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除了您刚刚所提到 大家意识到新南向是一个东协市场是一个未来发展的重点之外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呢 我想当然大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推广的活动上面 这个组建获得更多的这个厂商的一个理解 那他可以认同 所以他也愿意前往去尝试看看 那大环境当然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全球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重心现在已经在这边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周边的国家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 甚至这个美国的总统都往那边跑 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 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我觉得这个大环境 当然对大家的影响是很大 那再加上我们的活动 稍微这个加一点油加一点醋 那这个台湾的厂商就会觉得说 去那边尝试看看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 去年跟今年来一个很大的不同 越南的台湾形象展 今年规划是在7月26到28号 那总共三天 那这一次呢 当然我们也提到 就是说越南的这个经济成长 就像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它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它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就需要一个这个经济的产业的一个转型升级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 它有六大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 那所以其中我们针对这些 还有它的内需市场部分 我们今年就规划了六大主轴 那么这六大主轴呢 第一个就是环境绿能 那第二个是智慧城市 第三个是健康产业 第四个是新创电商 再来是台湾的兰花 那最后一个是热火消费 那这个六大主轴里面呢 我们其中啊 又把其中的两个呢 当成最大的这个亮点 那么第一个亮点就是说 环境绿能这一块 那环境绿能这一块大家都知道 其实东南亚国家 还有南亚国家呢 他们最近这几年的发展 虽然也很快速 那未来潜力也很大 可是在过去的发展的模式当中 都是一个初放式的这个经济发展 财源发展 那所以呢 这个环保的环境的污染问题 非常非常严重 像像像印度到冬天 几乎是我们听这个当地的台商 都要戴四个口罩 那越南印尼 像这些地方啊 它这个水的污染啊 或空气的污染也都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 我们去年去的时候 一谈到 一看到这个绿能环保的产品啊 他们都非常的这个惊讶 哇台湾居然能够 把这个东西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今年呢 在越南展里面规划的 六大主轴里面的第一个亮点 就是环保绿能 那这一次环保绿能啊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在 190家的参展产商当中呢 它占了42家 将近接近20%左右 接近18%到20%左右 那这一次我们带去呢 也是一系列的一个环保 相关的一个产业 包括空气品质的管理的啦 包括环境监测分析的啦 包括土壤监测分析的 包括这个环保方面的这个交流的 那还有工业废弃物处理的 还有废水处理 像这些议题呢 其实在这些国家 最近我们如果带过去的话 其实都是得到他们非常这个 非常大的这个回响 我们预计啊 这个参与的人将来应该也会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把台湾很多 在环保相关的不只是产品 包括这些系统啦 监测啦 或者是这个如何提升 或是监测这些水啊 或是空气的这些 相关的这个技术带过去 我觉得对这些国家来讲 应该都是会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交流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个 六大主轴里面 第二个就是亮点就是兰花 那大家都知道兰花产业 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历史很悠久 然后非常实力的一个产业 那在很多国家当中啊 其实这个爱兰花的也不一定很多 可是越南是一个非常爱兰花的一个地方 它跟我们一样啊 这个在很多的这个节庆里面啊 活动里面啊 或者是公司 或是各种场所里面啊 都会摆放兰花 所以这块这个产业呢 在我们当地啊 很多的这个台商啊 也非常热烈的这个期待啊 台湾的这个兰花能够过去 跟他们做进一步的这个交流跟合作 那我想我们今年虽然是六大主轴 我们可以再说这个就是两大亮点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呢 志平为您专访 外贸协会产业拓展处的邱辉利处长 请处长呢 为我们来说明啊 将带领台商前往越南去参加台湾形象战 而这也是贸协所主办啊 这个我们在前进新南向市场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击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 最近啊 最近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有很多的新闻啊 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 就是越南啊 它的民众啊 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抗议事件 对于越南政府所谓的他们要发展这个经济特区的这个事情 当然了 而这一类的一个抗议事件 多少都会影响到台湾厂商去当地投资的意愿 我不知道站在冒协的立场 是不是已经有业者向您反映相关的情况 那遇到这样的台商的一些反应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处理什么样的一些投资上面的一些障碍 其实这个问题对冒险来讲 当然也比较不容易回答 我想在很多国家投资都一定是有风险 那各种程度的这个风险会不一样 那越南有越南的风险 印度有印度的风险 那么这个印尼有印尼的风险 我想高风险的地方当然就是高利润的地方 这个是永远都是这个比率 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觉得 其实在这一次到形象展堂中 我们会安排当地的一些台商 在那边已经经营到二三十年的一些老牌的台商 来分享他们在越南 所以能够长久生存下来的一个经验 那我相信这些对我们的这个 要前进到海外市场去的 这个国内的业者来讲 一定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各位听众今天志平非常荣幸 能够来到外贸协会 为您专访产业拓展处的邱惠利处长 这已经是志平第二次访问邱处长了 那么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处长为我们解说了 外贸协会帮助厂商到外地去投资 或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 这件事情呢 贸协出了很多很多的力气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我们所报道的这个台湾形象展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每一年的这个 贸协对外拓展的重头戏 当然我们还有一系列的专访 也要请各位听众来持续锁定 我们贸协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行动 协助业者出击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处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处长谢谢您 谢谢 好谢谢志平 谢谢 央广世界大国民节目 七月份起 推出全新单元 星期一 文史工作者管人建 跟大家谈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星期二 台湾人权文史工作者曹清荣 带大家旅行 预见建筑 星期三 董立文教授 东亚综横 深入了解东亚两岸议题 星期四 资深媒体人蔡奇达的时事放大镜 一提包罗万象 星期五 作家瞿心仪 女人沙龙 介绍多类型书籍 谈女人心事 欢迎每周一到周五 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 以及随时从网络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